《港版國安法》正式推出之後 外界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損 不少市民也擔心自己的資產安全 紛紛到各大找換店將資產轉換為北京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將對香港採取行動 多重因素下 港人憂慮、港元貶值 甚至擔心美元和港幣脫鉤 多間美資銀行還有外幣找換店都大拍長龍 位於深水部的發達鳥找換店 老闆稱美元出現提脊潮 不到一小時就兌換百萬美金 日換四百萬美金 其實我平時做生意可能只有十多萬 至二十多萬或者三十多萬左右的美鈔一天 現在的美鈔其實可以去到一百萬美鈔 最初初幾天 接著二百萬美鈔 接著三百萬美鈔 今天我就四百多萬 明天我又可能會有五百萬 或者四百萬或者三百萬 因為其實我們的美鈔都很不穩定 現在其實在這一行裡面 或者這麼多間大部分的找換店 其實相對有美鈔、現鈔的存量是很少的 譬如好像我這個深水部的規劃 其實所有的找換店 我問其實他們都是沒有了美鈔、現貨的 摩根大通的研究報告預測 部分生活在香港的外國人將會離開 估計將流失外資四千七百八十五億港元 令香港外匯儲備減少百分之十四 新唐人記者梁珍、蕭龍、宋碧龍香港報導